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早前行政长官林郑 和一帮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 先后跑出来炮轰郭荣康和民主派的议员 说他们在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当中 拖延选举主席的程序 好了 昨天轮到港澳办和中联办先后发表文章 谴责郭荣康 说他没有理行作为议员应俊的职责 说他搞政治揽炒 到底这两篇文章分别是怎么说的呢? 港澳办那篇提到 说有一些反对派议员为了谋取政治私利 罔顾公众利益 采用悲劣手法瘫痪立法机关运作 这种行为无异于政治揽炒 他的所作所为令人质疑 有违有关宣誓誓言 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港澳办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希望香港社会各界认清反对派此举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 缺不能任由这些议员不择手段 试以罔为罵下去了 香港特区立法会必须尽快恢复正常运作 至于中联版那篇说什么呢? 大概说到少数议员 无视香港整体利益和民生冷暖 罔顾立法会议员的根本征责 令到有关立法工作耗能空转 不得不让社会质疑他们的真实用心 行政长官和社会各界亦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了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少数反对派议员 指破坏不建设的本质 他的破坏行径是与暴力揽炒、经济揽炒、双呼应的政治揽炒 这种恶意的拉布行为 是对立法会议员职责的泄逐 不仅是有负广大选民的重托 亦是对香港整体利益的示意破坏 这两篇文章 显然对于香港内部事务和香港立法会的运作 是作出了强烈的干预 到底律政司有没有出来说清楚 这个行径有没有违反《基本法》的第二十二条呢? 第二十二条的第一款就说到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各部门 各省自治区植核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 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香港立法会的运作 关港澳办和中联办什么事呢? 你有什么资格走出来质疑郭榮鏗主持内会的行为 是违反了立法会的宣誓誓言 或者是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呢? 2014年的时候 梁国康曾经就着《展报》 去入稳法院 当时法院已经判决了 以司法制度不干预立法机关作为大原则 当时的判决就很清楚了 说法院是不便介入立法会的内部事务 你怎会指控他说他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呢? 至于你说违反这个宣誓誓言 那你是不是想着 叫人大常委再次释法又再DQ郭榮鏗呢? 离大谱的 那是想怎样? 即是那些民意代表你哪个不合听 哪个阻止你你就DQ他了 现在郭榮鏗就在内会那里 为了顶住国歌法等等的法例 于是乎选主席选了这么久 而民建联看到港澳办和中联办走出来 郭榮鏗 他们马上就应声从和应了 民建联怎样说 他们就说 对于反对派多次滥权阻碍立法会运作 攬炒香港的恶毒行为感到十分愤怒 日前已经与建制派议员发表了联合声明 强烈谴责公民党郭榮鏗滥用权力拖延程序 他就说香港现时面对着疫情告急经济下滑的险进情况 实在容不下再自我折腾了 至于周浩鼎就再说得露骨一点 完全就是想将港澳办和中联办想做的事都说出来 周浩鼎怎么说呢 就说 郭榮鏗罪行韬天庆祝难输 半年以来以主持人的身份持续濫权 不断阻撓内会选出主席 攬炒拖垮立法会履行基本法下的职能 身为大律师更加是代表法律界的议员 根本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提醒大家 全国人大常委在16年已经就着 《基本法》104条宣誓事宜进行释法 内容包括宣誓人必须珍诚信奉 并且严格遵守法定的誓言 他日法庭按照释法处理 此军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至少也要把他DQ 周浩鼎可能就是因为失落了区议会选举 没办法再从超级区议会来参选 要回到新界西 跟他的党友梁志祥陈恒斌竞逐出线权 所以就说完这些拆鞋言论 但他又不说错了 根本上这番言论就是反映着大陆思维 谁不满意的他就刺谁 DQ谁 也不是没试过的 已经有六个立法会议员先后被DQ了 现在可能又想玩同一招 所以就走出来质疑郭荣 是违反了立法会的宣誓试言 因为一旦这个说法是确立的话 你就可以DQ郭荣亨了 做完这些行为 你可以批评郭荣亨 他在做立法会的内务委员会主持的时候 他是有玩程序 他是要拉布 那你就指控他这件事 你为什么要说他违反立法会的试言呢 实际上在立法会当中拉布已经试过很多次了 也不是单纯是民主派玩拉布 建制派也试过玩拉布 是不是才是为了等某一些立法会议员回来 就在那里拉布的曾玉成也试过玩拉布 难道现在就输打赢要了 只准建制派拉布 不准民主派拉布 是不是这样呢 更何况就是 只要郭荣亨 他在主持这个内务委员会选举主席的过程当中 他是完全合乎这个会议的规程来进行的话 其实都没得挑剔的啦 你只能够挑剔他为何你不去展报呢 为何你不去速战出缺呢 为何你会继续被那些民主派的议员发言呢 你可以质疑他这些事情 但你不能够质疑他是违反了这个立法会的宣誓誓言 或者是质疑他是已经触犯了这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因为根本上又不是嘛 不构成嘛 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又在立法会的缓届选举当中 循正常的途径来将他踢走 即是怎么样 即是让他入门 继续来去竞逐连任 但是用选票踢他走就可以了 如果你认为是不满意的话 那就由法律界的选民来作出这个决定 什么由你现在走出来说这些说话 这样才叫民主是不是 而律政司司长郑若驊 在这个关键时刻 到底又去了哪呢 口口声声就说要捍卫香港的法治制度 口口声声就说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口口声声就说要确保 这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确切落实 现在港澳办和中联办 摆明就是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以及干预香港立法会的运作 到底你什么时候出来捍卫法治 到底你什么时候出来捍卫一国两制 请问不要只懂得针对抗争青年 现在就是一个大好机会给你律政司去大显身手 表演何谓捍卫法治 你又不去做 还说要在这个财政预算案当中 拨几亿给你律政司去宣传何谓法治 你懂吗 如果你懂什么叫法治 现在就好站出来捍卫 实际现在建制派就是相关齐下 一方面他们就借经济揽炒 政治揽炒 什么揽炒 来加注在民主派的头上 就说他们专门搞揽炒 就是打烂市民的饭碗 就是要将经济下行所带来的结果 比如说失业率上升和百业萧条所产生的怨气 转移到民主派身上 完全就是漠视了特区政府 他是如何消极不作为 如何的官僚和无能 这些是他只字不提的 很明显就是跟林郑呈交给中央的那份工作报告不谋意合 他里头就说到什么 就说9月的立法会选举之前是难得可扭转形势的契机 就说港府会揭尽所能令到疫情和选情 也有望能够转危危机 就是要借助这个疫情来为选情翻盘 建制派现在正在做这些事 将那些罪名全部加注在民主派身上 另一方面就轮到港澳办和中联办出招了 指控郭荣克 是不是违反了立法会宣誓的誓言 是不是有违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呢 就是说这些说话 就是要作为DQ的先声 王之锋说到 从港澳办批评郭荣克违反立法会宣誓誓言 直接质疑当选议员的正当性 可见有意为DQ而铺路 港澳办选择在9月的立法会选举之前 不够半年发出这个信息 明显地是要为民主派一旦出现过半数以后而铺路 预告随时可以强行干预 一口气就DQ了民主派的议员 直接取替立法会 王之锋的这种演绎其实也不是无的放弃的 港澳办和中联办就已经是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周浩鼎就已经说出口了 直接就是皇帝不急就太紧急 就说要DQ郭荣克 所以王之锋的这种说法不是无道理的 我们身为市民的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在5月之前登记成为选民 以及在9月6日的立法会选举当中 假如他如期举行的话 我们就去投票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先做了自己的本份 哪怕这些议员最后会不会被DQ也好 我们一定要投了这一票 就是告诉国际社会 我们的民意仍然在 如果他真是粗暴DQ那些议员 那责任就在政权那里 而不是在市民那里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自暴自弃 连票都不投的时候 怎样向国际社会反映 我们香港人真是业外民主 所以我们一定要登记成为选民 9月一定要去投票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